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服务员 这里虽然鱼龙混杂 但是工资高 是目前唯一能在暑假结束前攒够生活费的工作 那晚 韩倩喝得醉醺醺的 见到我的第一句就是 我要包你 我点了点头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我都果断惊讶了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韩倩 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 更何况想包我的金主还是一个年轻貌美有多金的 这笔买卖 怎么看都像是我占了便宜 当晚 他就带我回了市中心的大平层 那么大的房子 我只在电视里见过 便没忍住好奇 四处打量了一番 可就是这不太起眼的动作 却惹来了韩倩的皱眉 你叫什么名字 他问道 失落 失落 名字倒是挺别致 我装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努力扮演好一个被包养者应有的姿态 卡号给我 以后我会定期往这张卡里打钱 我来之前也会提前通知你 这里白天有阿姨 你有事就找阿姨说 我喜欢钢琴曲 每周两节钢琴课你需要上 一个月后我会来验收成果 如果不合格 我们的交易便结束 他一字一句 有条不稳地说着 有大房子住 不用担心学费和生活费 甚至有免费的钢琴课 我表示 简直是走大运了 当下就朝韩倩保证 一定不会让他失望 临走前 他又望了我几眼 只是那眼神在透过我 看别的人 不过这些 我是不在意的 就这样 我跟着韩倩三年又三年 从18岁到24岁 我看着卡里的余额 脑海中渐渐有了死顿的想法 毕竟我的梦想一直是无忧无虑 飞黄腾达 现在飞黄腾达算是做到了 无忧无虑还差点 就在我思考是车祸 溺水还是跳楼时 韩倩的白热光回来了 我在跟韩倩的第一晚就知道 他心里有人 我只是个替身 所以一直以来 我为了让我的金主大人更加满意 以至于他能够多露点财 尽心尽力地去学好他心里的那人 跟了韩倩六年 圈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我的存在 所以 夫妻回来的第一时间 就有人给我发信息嘲讽我 冒牌货终究是冒牌货 现在人家郑主回来了 我看你怎么办 偷了别人这么久的爱 真好好意思 我看着信息两手一摊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躺在豪华别墅的泳池边 吃着当季空运过来的新鲜水果 喝着韩倩收藏的百万名酒 哦 对 还能坐着直升飞机 沿着申请的特殊航线 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 冬天 泡私人温泉 去私人雪场滑雪 我也就只能这么办咯 不过一想到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些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舍 当即点开手机 大肆挥霍了一番 临走前 可不能亏待了自己 看着滑不到底的购物订单 我的心情好了很多 正当我今晚准备一人独享大床时 开门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是韩倩换鞋的动静 拿起手机一看 六点半 我心里有些压抑 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的白月光回来了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得好好叙叙旧 聊聊天 吃吃饭 喝喝酒 停 不要再想下去了 不是人人都如我一般 思想龌龊的 我叹了口气 整理好表情迎了上去 却猛然看见韩倩手上捧着的熟悉盒子 失落 说过多少次了 以后这种东西不要填公司的地址 盒子里赫然是一件黑色的薄砂蕾丝睡衣 那你喜欢吗 我昂起头问道 韩倩叹了口气 似是无奈般说道 喜欢 我勾了勾唇角 喜欢有什么用呢 在韩倩心里 父亲才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 接下来的几天 我很少再能见到韩倩的身影 我也乐得轻松 不用再去揣测韩倩的心思 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生活 我开始偷偷转移 自己近些年在韩倩手里拿到的钱 过完这个生日我就能离开了 我喃喃道 还有半个月就是我的生日了 自从我认识了韩倩 每年的生日都是她陪我一起过的 我希望她能陪我过最后一个生日 韩倩在回来的那天 我在沙发上追着追得累了 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是被一股浓烈的酒气熏醒的 睁开眼 韩倩躺在我的怀中 猝不及防地对上了她那双不满红血丝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手慢慢抚摸上了她的双眼 最近很忙吗 嗯 有件事比较棘手 解决这件事就不忙了 就能好好陪你了 我乖巧地点了点头 按下自己心中的好奇 不去问是什么事 好了 你先去睡吧 我再处理一些事情 我独自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丝毫没有了睡意 脑海中浮现出韩倩疲胃的样子 还是没忍住下了床 走到厨房给她冲了一杯蜂蜜水 走到书房门口时 我又犹豫了 这是我能做的是吗 就在犹豫的那几分钟 我听到韩倩和别人的通话内容 多少钱我都可以出 阿琪的身体等不了了 我知道 适配的心缘太难找了 原来 她那么忙是为了给父亲找心缘啊 我扭头端着那杯蜂蜜水下楼进了厨房 然后悉数倒进下水道里 然后若无其事地爬上床睡觉 醒来时 身边有人睡过的痕迹 我伸手摸了摸 已经没有了余温 想来已经走了有一会了 韩倩晚上回来时 依旧是一身酒气 双眼熬得通红 这次的麻烦很难解决吗 韩倩将头埋进我的颈窝 小声地恩了一声 我叹了口气 轻轻拍了拍她的脊背 我给当时嘲讽我的那个人发了微信 问到了父亲所在的医院 那是一家私人医院 韩倩是最大的股东 她把父亲安排在了自己的医院 见到父亲时 我有些惊讶 她被疾病折磨得不像样子 整个人瘦得皮薄骨头 一双大眼睛格外突出 显得有些吓人 她看到我同样很惊讶 你和以前的我很像 是吗 可现在不像了 我比你更像以前的你 父亲显然不知道 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有一瞬间的呆冷 过了好一会儿 才对我露出了一个笑容 我撇了撇嘴 欺负一个病人挺没意思的 我刚刚去和你做了配型 父亲皱了皱眉头 配型 对 心脏配型 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如果成功 我会把心脏给你 父亲住的这家医院 是韩倩在得知 她有先天性心脏病时 特地成立的 多年以来 致力于研究先天心心脏病 短短几年 现在所掌握的技术 在全球都是顶尖的 不过这些都是为了 病床上的这个人 像这样的私人医院 只要我愿意 就可以申请做配型 说完这句话 我转身离开了病房 就让父亲自己 慢慢去琢磨吧 配型的结果很快出来 非常适配 简直是为父亲 量身定做的一半 我皱了皱眉头 心有确实是有些不甘心的 今晚 韩倩的眉头没有在皱着了 浑身也没有了酒气 她看向我的眼睛 像是在发光 她冲上前来拥抱住我说 阿洛 我今夜可以陪你了 我脸上闪过一抹 自嘲般的微笑 僵硬地伸出手 拍了拍她的后背 回答说好 其实她只要再往下深究一点 就应该知道 去配型的人是我 但是她太开心了 她的父亲能活下来了 公司的是忙完了 我推开她 面对面看着她说道 心里在期许 或许她会将事情 如实告诉我 可是她没有 嗯 解决了 我可以好好陪陪你了 好 我给了韩倩最后一次机会 可她还是没有说实话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医院 加上了父亲的联系方式 你为什么要把心脏给我 因为我不想活了 这个理由显然难以让父亲相信 于是我又胡乱舟了一个 我也生病了 活不久了 不如在死前做点好事 为自己积德 看着她半信半疑的表情 我笑了笑离开了 她想活 所以她不会告诉韩倩的 她不敢赌 尽管配型成功了 可现代的我依旧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 父亲依旧得不到我的心脏 不过既然我同意了 那我就会信守承诺 那天我问了父亲的主治医师 她现在的情况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心缘 最多只能活一个月 所以我给自己分了半个月的时间 与韩倩好好告别 还有一周就是我的生日了 你最近好忙 都没有好好陪我 我玩弄着韩倩的耳垂 将脑袋埋在她的颈边 嘟囔着说道 她放下手中的工作 无奈地笑了一声 握住了我的手腕 有想要的礼物吗 我顺势将她拉到了腿上 依旧不满地嘟囔道 喜欢的我都可以刷你的卡买 脑海中突然想到了 父亲好友和我说过的一件事 韩倩曾经买下了整个海湾 对刚毕业的父亲求婚 心里的那点 胜负欲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起来了 如果说 我想要一枚戒指呢 我双手环抱着韩倩的脖子 看着她的眼睛 轻轻说道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了 只剩下我和韩倩的呼吸声 以及我那不由自主跳动的 更快的那颗心脏 扑通 扑通 在这安静的空间里 尤为明显 为了不让这尴尬的气氛 继续蔓延下去 我仰起笑脸说道 我才24岁 还没玩够呢 才不会结婚 阿洛 你很懂事 是啊 六年了 就话来一句你很懂事 失落 你到底在期待些什么呢 离开书房的时候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试图将涌上来的泪水憋回去 但很显然 我失败了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虽然我拥有不死之身 算是个小怪物 但是我也会爱人 韩倩也会爱人 只是她爱的那个人 不是我 第二天 我就收到了 韩倩送来的礼物 几乎堆满了整个客厅 我从楼梯上 看着下面的这些东西 瞬间就坦然了 我和她 不过就是金钱交易 在韩倩心里 我就是一个 只要给钱 就会对她言听计从的 小玩意儿罢了 本就是各取所需 是我贪心了 想开了之后 我瞬间豁然开朗 穿着拖鞋飞奔下楼 开始拆包装盒 不要白不要 喜欢的就留下来 不喜欢的就退货 置换成现金 这些可都是我未来幸福生活的保障 想到这里 我的干劲更强了 不一会就分类好了 然后熟练地打通了 回收奢侈品的电话 看着卡里的近账 昨晚心里那点难受 早就烟消云散了 没有人能跟钱过不去 更别提像我这种 以前穷怕了的人 看了空了一半的客厅 我又拨了一通电话 喂 陶陶快过来 陶陶是我的发小 也是唯一知道我秘密的人 没一会 客厅里就多了一个 身形高挑的美女 老规矩 挑自己喜欢的 剩下的寄到老地方 我抄陶陶眨了眨眼睛 简陶熟练地 朝我比了个OK 然后开始挑挑剪剪 老地方是我为自己 准备好的死顿后的快乐老家 只有我和陶陶知道 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我好提前准备 为了我的逃跑计划 简陶两年前 从公立医院 转到了固城手下的私立医院 快了 过完生日吧 好 简陶走后 我掏出手机 给韩倩发了个微信 爱你 宝贝 然后配图一张 事先拆开的那些礼物照片 没一会 韩倩就回了信息 你喜欢就好 生日的前一天晚上 韩倩没有回来 不用猜也知道 是去了父亲那里 我坐在阳台的秋千上面 借着月色点燃了一根烟 只有在韩倩不在的时候 我才能做回我自己 我从来就不是父亲那样的精英子弟 精通一切 演了他六年 属实是厌烦透了 我抬起手 在空中比划着弹钢琴时的动作 然后吃一声笑了 拿起一旁的酒杯 将韩倩那只价值八位数的九亿而尽 然后摇摇晃晃的倒在大床上睡去 宝贝 生日快乐 生日这天 最早收到的祝福是简陶给我的 我回复了一个轻轻的表情包后 下床去洗漱 今天可是我生日 也是我和韩倩 塞必备的日子 今晚给我准备惊喜了吗 我拿起手机 给韩倩发了一条信息 当然 晚上等我通知 几乎是秒回 我还真的挺好奇 是个什么样惊喜 所以收拾完自己后 我一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等待着韩倩所谓的通知 直到夜幕降临 我扭头看了看桌子上 价值五位数的外卖 已经被我吃的不剩些什么了 委屈谁也不能委屈自己 在等待他的时候 我给自己点了想吃的外卖 又激情下单了好一会 不过下单完我才意识到 我马上要离开了 寄到这里说明我得不到了 就这样 我又一了一会 怎么还没好啊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晚上十点了 再不回来 我的生日就要过了 发信息不回 打电话不接 算了 不等了 我又叫了一个生日蛋糕 虽然不是定做的 但是凑合吧 吃了一块蛋糕后 我给简陶打电话 准备 你金主大大 一直在陪附起呢 早就猜到了 我过来了 说完 我便挂了电话 开着车库里 最炫酷的一辆跑车 出了别墅 这个点的高速上 车辆并不多 我吹着晚风迎接新生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我准备到 韩倩的私人医院附近 车祸而亡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正好好开着车呢 身后一辆大货车 撞上我的车屁股 随着一声巨响后 我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原来车祸 一点也不疼嘛 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 我好像感觉到 有人将我从变形的车辆里 拖了出来 然后疯狂地给我做急救 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汗滴落在我的脸颊上 是温热的 此时 我心下只有一个念头 别救了 别救了 要是真给你就活了 我的死盾计划 就要GG了 可能是我的祈祷起了作用 我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轻 直到灵魂飘到半空中 我看到那个 为我做急救的年轻女孩 依旧没有放弃 不好意思啊 救护车鸣笛飞驰而来 正是韩倩的医院 我看着自己被抬上担架 送往医院 我跟着自己的尸体 一同上了救护车 手术室前 我看到有个医生拿着我签的器官捐献协议说 车祸死亡的这位先生 与傅先生心脏配型成功 可以立刻安排手术移植 我清晰地看到了 韩倩脸上出现的巨大喜悦 时间早就过了12点 我就这样在生日这天 与韩倩永远说再见 我想看看 韩倩知道真相后的样子 所以一直飘在半空中 不愿意回到身体里 复起的手术非常成功 得到这个消息后 韩倩好像才想起来了我 掏出手机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铃声响了许久 还没有人接通 我看见他皱了皱眉头 我知道他又觉得 我是在耍小脾气了 不过这次真的不是在耍小脾气 然后他静止走到了 傅起的病房里 坐在旁边等他醒来 也就是在这时 简陶冲进病房 结结实实地给了 韩倩一个打光 这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 为了剧情的真实性 韩倩显然被打懵了 拿着失落的心脏 就出恋情人 你个畜生 简陶红着眼 撕心裂肺地说完这句话 然后带着我的遗体回了家 韩倩显然还没反应过来 愣在了原地 直到好一会 他才站起来 拉住了夫妻的主治医师 今晚 车祸送过来的 那个人 叫什么名字 一句话 韩倩费了好大劲 才说了出来 是简医生的朋友 听简医生说过 叫失落 真是可惜呀 听说今天是他的生日 为医生说着 还摇了摇头 韩倩缓了好一会 突然捂着肚子 弯腰肝偶 怎么可能是他 他明明在家 等着我回去 给他过生日啊 他才24岁 医生 你们为什么不救他 我听到韩倩 歇斯底里的喊着 像发了风一般 往手术跑着 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他这样 他在任何人面前 都是一位 女强人的形象 医生见到他这样 只好叫来了保安 制住了他 然后给了他 一针镇定剂 可如今的这些 已经无法触动到我了 我飘着离开了医院 你要是再不进去 你的身体就要臭了 简陶无语地 对着空气说道 我飘在空中 看着简陶在短短 一晚的时间 直接给我火化 效率非常高 现在就算他找过来 也只能见到你的骨灰盒了 所以骨灰盒里装的是什么 奶粉 哦 我伸手摸了摸胸口 心长出来的心 跳得更有力量了 嘎嘎狗 行李准备好了对吧 趁现在赶紧跑 你先去 我收个围 马上来 连夜 我就跑路了 去到了早早就安排好的国家 韩倩的后续 我并不知道 或许他是爱我的 不过现在 有了夫妻 估计早就把我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吧 现在的我 已经在国外 混得如鱼得水 我考上了知名学府 正在搞艺术 我的导师夸我 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看来我不仅是个小怪物 还是个天才呢 我点燃了一根香烟 慢吞吞地吸着 面前正是我的期末作业 有火吗 一个年轻女孩 站在我的身边说道 我随手掏出一个打火机 递给了他 谢谢 就这样 我们两个人 一站一坐地在湖边 待了好几个小时 临走前 他说 我叫安琪 我好像见过你 在两年前的 环湖高架桥上 是他 那个一直在救我的人 你认错人了 我笑了笑 他指了指耳垂 那里有一颗 浅红色的小痣 我给你摸 筋动脉的时候 发现的 我去问过医院 他们都说你死了 那是我第一次救人 结果就没成功 当时我就在想 要是我再努力一点 学的知识再多一点 你生日就不会死 还好 你还活着 我看着他 在夕阳下 他的脸不太真切 谢谢你 我还活着 不过现在 我要带着我的期末作业离开了 我朝他笑了笑 我叫安琪 他站在我面前 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可以告诉我 你的的名字吗 我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对他说 我这里受过伤 不敢再轻易告诉别人 我的名字了 说完 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刚回去就接到了 简陶的电话 他最后还是选择 留在国内发展 出大事了 你还记得当时要给你那个假骨灰盒下葬的时候 韩倩死活不让嘛 后来没办法 只能一直放在我家里 他今天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了 突然过来抢你的骨灰盒 我肯定不能给啊 然后在争抢中 不小心把你骨灰扬了 韩倩当时就崩溃了 跪在地上收集你的骨灰 然后 那奶粉真挺不错的 就放了这么久 还有一股浓浓的奶香 我DJ了 现在受刺激的那人 是我 我真受不了了 才过了两年的安分日子啊 陶陶 多年的姐妹情 你千万不能告诉她我在哪 来不及了宝贝 她查到了 OK 连夜搬家 最近真的是水腻 我在酒店碰到了安琪 碰到她的时候 我的背上还背着我的期末作业 不管怎么样 期末作业不能丢 她像是没看出来我的狼狈 笑着和我打招呼 又见面了 你不是好奇我的名字吗 我叫施舍 施舍 失落 我沉默了 她怎么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了 跟我走吧 我知道你有不想见到的人 说着 她伸手指了指我的胸口 确实 我死后并没有注销身份证 韩倩只要想查 不管我怎么跑 她都能找到我 可是现在 我确实是不想见到她 好 可能是一时冲动 一或者是对一个那么拼了命 要求我的人本能的信任 我跟着她走了 我的期末作业 截止到明天中午 我有些为难地开口 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傅桌开口说道 汽车行驶到一座庄园前 欧式风格的古堡 铁制雕花大门缓缓打开 若目的便是近三米高的我喷泉 我心里的小人狠狠地咬紧了手帕 这个世界上多我一个有钱人怎么了 韩倩找不到这里的 安琪开口说道 我将信将疑地看着她说道 你为什么帮我 心里瞬间生出了一个想法 她不会是知道了 我拥有不死之身的秘密了吧 然后想要将我带过来 做秘密实验 安琪看着我笑了笑 师先生知道 什么叫随心而动吗 我想帮你便帮了 我不会麻烦你很久的 等我想好了 我就会离开 好 据简陶所说 我假死后 韩倩伤心欲绝 对外宣传 我是她的丈夫 就连负起手术后 她也一面都没去见她 我听到只觉得好笑 早干嘛去了 倒是现在装出一副 深情的样子来恶心我 我的导师给我打过电话 说一位姓韩的女人 曾来学校找过我 得知我不在的消息后 还在学校前守住 带兔了好几天 还好我跑得快 不然就要被她带到了 别动 我指挥着安琪的动作 她现在是我的运用人体模特 这件事要在我那天 不巧撞到她刚洗完澡时的模样说起 当时我便看傻了眼 以前我只知道欣赏女人的身材 后来学了艺术 我就知道了当初的我是有多肤浅 肌肉的分布 厚度都在美观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看傻了 我点了点头说道 你可以当我的模特吗 心中的想法就这样暴露无遗 我正尴尬的时候 安琪点了点头 就这样 她成了我的运用模特 就差一点 你这块肌肉太完美了 我要花点时间雕刻 好 不着急 过了好一会 我才对安琪示意她 可以随意做动作了 而我依旧低着头雕刻着细节 告诉她不见 安琪接了一通电话 平时温文尔雅的她 此次的语调 竟然冷得似乎能冻出冰茶 那就陪她玩 紧接着又是一句话 也就在话音刚落的瞬间 我的作品完成了 我看着面前等身的雕塑 满意地点了点头 完成了 安琪挂断电话后 走到我身边 我点了点头 然后抬头看向她说道 给你的礼物 送给我的 安琪惊讶地说道 对 送给你的 这是我第一次做等高雕塑 我觉得很成功 所以 我想送给你 我知道这句话 在她听来有奇异 可我就是故意的 安琪沉默了很久 说出了一句 没头没尾的话 你还爱她吗 现在沉默的人 变成了我 当然不爱啊 我向来拿得起放得下 一旦认定不值得了 便会立刻放下 放下了 便是真的放下了 就在安琪几乎要等不住的时候 我才开口说道 你从哪里看出 我还爱她的 是我们在这里朝夕相处的时候吗 是我们一起在海底潜水 我主动拉上你的手的时候吗 是 你生病那次 稍微迷迷糊糊凑过来亲我 我没躲的时候吗 我笑着反问她 那你 爱我吗 安琪小心翼翼地问出了这句话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朝她一字一句说道 你还要我继续列举吗 爱与不爱 你应该能感受到 陶陶 我又恋爱了 手机对面又是一阵沉默 被韩倩知道 真的会炸的 我的嘴角一瞬间拉了下来 大喜的日子 提这个晦气玩意干嘛 她怎么闹你了 其实还好 就是换着法子来打听你在哪 想见你一面 见我干嘛 见我和别的女人 亲亲我我吗 明明已经帮她救活了白月光 现在又想着朱砂痣 阿洛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你想彻底摆脱她 我的建议是 你们能见一面 挂断了电话 我躺在鹅龙毯子上滚了两圈 然后拨通了那个电话 晚上抱着安琪 和她一起透过落地窗 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 地炉里的柴火 烧得震旺 我明天要去见她一面 安琪抚摸着我的发丝的手 顿了一下 好 大概下午四点结束 你可以来接我吗 都听你的 等一切解决了 你就不用那么累了 我不想她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起身跪坐在副桌腿上 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第三天 整座城市都被白雪覆盖 我订的地点 就在学校周围的一家咖啡厅 喝点什么吗 我到的时候 韩倩已经坐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谢谢 我不爱喝咖啡 韩倩张了张口 最后说了一句抱歉 抱歉什么 抱歉和我在一起六年 连我爱喝什么都不知道呢 看见旧人 我的心里没有得来有些烦躁 随手拿出一根烟点燃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是在离开我之后吗 我摇了头 一直都会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不过你不知道 你一直要求我扮演负气 韩倩眼里浮现出巨大的痛苦 阿洛我知道你给过我许多次机会 你能不能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韩倩其实那天挺疼的 出车祸那天很疼的 我给了你六年青春 你给了我想要的东西 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交易关系 是我先设想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付出了代价 不是奢求 是我没看清自己的心 阿洛你肯再见我一面 是不是说明我们之间还有可能 我看看手表 时间差不多了 没有可能 我来就是让你死心的 说完 我起身离开 推开咖啡店的门 第一眼便看到了 站在路灯下的女孩 天空中不知何时又飘起了雪 女孩的身上已经浅浅覆盖了一层 手上提着的 正是我想吃的那家蛋糕 我的脸上浮出笑意 朝她飞奔而去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